第二間房是位於五谷成太路四段 與蘆洲只有一橋之隔的水岸大樓 由於鄰近淡水河濱 所以居民出門步行不到五分鐘 就可以迎接大屯山下 微風吹過水面的舒服感受 這是我們的另外一個物件 那這個社區叫做清水灣 那他們一樓這兩棟的部分的話 這邊是做游泳室 有游泳室喔 他們的下令之間會開放 然後有一個韻律室的部分 對對對 那他們的話有做一個就是做中平 然後這邊有一個籃球場 還有一些兒童遊樂的空間 那小朋友現在是暑假 小朋友真的很多 鄉先生這邊總共的戶數有幾戶 這個社區的話 它的戶數還滿多的 大概八百戶左右 真的滿多的 對啊 所以說他們這個社區的話 整個規模的話 其實小朋友在玩 還是說要散步的話 都還滿方便的 所以在社區本身 就是一個小小的公園 這是一棟有十七年屋林的舊社區 有沒有看的物件在二樓 該層有四部電梯欺負人家 來 包包姐 這邊請 可以 那它這邊本身高高的話 三米八 因為它這邊是屬於工業住宅 然後雜貨上的門 可以坐得比較高這樣子 哇 高高三米八的大樓 看起來不錯唷 這屋子一進門就是客廳 前屋主將客餐廳打通 做個外推陽台 未來使用者 只要隔著紗窗 或門簾做區隔 空間看起來頗寬敞哦 它的設計就是希望說 可以讓視線比較延伸一些 對 看起來 客廳會有比較大的感覺 是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部分 這本身的話也是前兩台的部分 那屋主有把它做外推 如果說你雜物擺在裡面的話 這邊有個拖拉門的設計 可以把它關起來 對 我們可以再往下一個房間看看 三房兩廳兩位的格局 符合一般小家庭的需求 磁臥地板以木質裝潢為主 可作為兒童遊戲室 一側簡單大方 因為位在中間 所以有個通風設備 再來看看另一間磁臥室吧 這裡是我們另外一間室墨 那它的窗戶的部分的話就是從 它這邊有設計一個露台 一個落地窗可以走出去 對 這邊的話就是屬於對外窗的部分 那帶您參觀我們主臥室這邊 來 請進 帶您看一下我們主臥室這邊 哦 這間是主臥 對 它這邊有一間衛浴 對 也是有一個對外窗 不然來講我們主臥室的床頭 會盡量會必拍廁所 所以說可能會建議你 可能會靠天更強 好 那我們可以處理那個露台的部分看一下 來 通常請我這邊請 這是我們露台的部分 露台你可以看到的話 這都是屬於我們自己 全狀的範圍內使用的空間 哇 這屋子外面還有個大露台耶 整體而言 這條高物件 除了47.03屏的屏數之外 更棒的是 它還有個免費的大露台 盡管委會同意合作合法貨見 它露台真的還蠻漂亮的 還蠻少看到這麼大的露台這樣子 真的是它的這個房子的特色 對 三房車海濱露台房 不曉得彭小姐滿意這件物件嗎 這個物件800多戶的社區耶 看起來好像戶數還挺多的 Amanda滿意嗎 我不喜歡那麼大的戶數 戶數太多了 對 會是一個問題耶 那其實戶數的話 就是在社區上 它的管理費的收益的話會比較 你說分攤就不用交那麼多錢嗎 對對對對對 然後就是如果說未來硬體設備 像電梯要做貸款的話 這個社區 沒什麼問題啦 對 管理費的基金 你說人多好分攤啦 到時候要換電梯 都不用一次交那麼多錢 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是是是是 對 它一層的話 那一支梯是八戶 八戶 但是有四支電梯 對 有四支電梯 四部電梯 去分散八戶的使用需求 是 這樣應該算還好 還好 但是就是說 因為它是有18樓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樓層高的話 電梯的干擾 是一個要注意的問題 還有我們剛剛看到 它好像是開門建造 對 一般開門建造 建造就是屬於 其實造有造神 開門建造 容易漏財 漏財 對很容易漏財 所以如果 屋主如果經濟許可的話 我會建議說 看在這一道牆 可能做個 拉門 或做個屏風 屏風我們才以 透光不透視的為原則 對 因為這 台灣人在 看房子有這樣的習慣嘛 就是會 不希望說一進來看到廚房 那可能會對主人有一些影響 那 所以說有建議業主就是說 擺 就是做一些宅裝 然後在這個 廚具這邊有做一點流書的效果 那就會變成有一個里外的感覺 就是一進來就不會覺得說 我看到廚房 然後覺得說會對主人有影響這樣子 這是一個視覺上有一個區隔 對 可以 可是以像它那種 那種的 宅修裝 用線連的方法 也 不行 對 你一定要以我們 眼不見為鏡的那種 就沒看到才算 這樣子隱隱約約還是有 而且其實看的還挺清楚 對 不然就是 可能一半可以掛線連 一半可以掛 可能連超過我們的 超過爐台這樣 嗯 嗯 其實就是說比較奇怪就是說 如果按照設計師剛的建議 那光線又不見了 對啊 因為它好像是 靠廚房內面去採 去採光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它整間來講的話 它可能 嗯 整個室內的採光跟通風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不理想的 嗯 那其實如果說 嗯 我們在預算上 如果說比較不足的話 可能就用設計師的方式 它採取的方式 去修正它 對 做一個透光不透視的效果 那 因為這個物件的話 它本身還有一個露台 嗯 那 嗯 我們這邊的話 如果說在經濟能力上許可的話 我們會建議客戶就是 我們把廚房這個位置移到露台這邊 然後就可以維持陽台可以採光了 是 就是 採光面 就兩個好處嘛 採光面變大 那再來就不會有風水上的問題 因為啊 其實露台的使用 一直會有一些爭議在 那露台到底現在 能不能真的是加蓋使用 其實我覺得 還有一些疑慮在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嗯 在這個 嗯 就是 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是露台的使用問題 嗯 嗯 因為 那個露台的話是有 四戶人家在共用 對 但是我們有一個很明確 在平面圖上可以看到很明確的範圍 是我們本身在使用的 嗯 它是可以合法使用 對 可是可以使用到什麼樣子的程度呢 目前我們有跟 管會這邊 有確認過 它在住戶規約裡面是 可以去加蓋 做一個 呃 等於說變成一個室內空間 那目前四戶的話 已經有三戶做加蓋 會有影響嗎 管線會是問題嗎 管線是一個問題 像其實我們在幫一些業主規劃 廚房 其實我們都能以不動為原則 其實很麻煩 我們還要重新再尋找出 它其他要怎麼去 排水 或進水 或是一些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瓦斯管線的洞線 就到時候 比較費用 然後要花的錢相對也會比較多嘛 裝潢上面的費用 可是這個房子應該是 原本的屋主自己把它外推去 廚房是在這嗎 原始是在這嗎 原始的話會在 原始不在這裡 不在這邊 會在旁邊的小房間這邊 原始的話以這樣看應該是在這邊啦 對 所以它相距不大其實它還好 如果你從這邊移到這邊的話 它相距它的距離會變得很大 對 對啊 所以處理上來 其實可以處理 只是花的費用會 相對會提升許多 可是它的優點是它的總價是不是低的 對 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資料好不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在 主建物的部分 19.77坪 那我們在露台的話 一個副主建物 10坪喔 對 它是有含在 它們台好大 對 有含在我們權狀裡面的 所以說 這兩個加起來 它實際的使用品數的話 可以接近到 可以到30坪 30坪左右 是 30坪 對 所以說在使用空間的話 是還滿 17年了 對 這樣的房子要賣多少錢 好 總價是780萬 780萬 好 我們今天的那個韻如 跟裕冰兩個人 就非常仔仔細細的 幫我們把兩棟房子 講得清清楚楚 究竟Amanda要選擇哪一棟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來看看Amanda的選擇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